6月19号凌晨3点 西班牙和智利上演小组赛第二战 未免冠军西班牙0比2不敌智利提前出局 先来看看两队的首发阵型 西班牙改变阵型 以4-2-3-1的阵型出战 守门员依旧由卡西拉斯出任 科斯塔担任阵型的箭头位置 佩德罗 希尔瓦和伊涅斯塔在后方补助 智利则是3-4-1-2 由桑切斯和巴尔加斯担任双前锋的位置 以及坚强的四位中场后盾 智利队的桑切斯在第二十分钟 截了阿龙索的球 立刻反击 阿兰克斯助攻 由巴尔加斯换过卡西 统射空门得分 智利率先得一分 第43分钟 智利队获得禁区前任一球 桑切斯主罚被卡西扑出 随即补射球门右上角 算半场智利2-0领先西班牙 西班牙被逼入绝境 下半场开始 西班牙用科克换下阿龙索 继续尝试进攻对方龙门 第53分钟 拉莫斯主罚任一球 被门将突出 布斯科斯面对空门却射偏 错失了得分的最佳时机 第64分钟 西班牙第二次换人 托雷斯换下科斯塔 却无法挽救西班牙落后的局面 中场相声响起 智利2-0完胜卫美冠军西班牙 智利提前出现16强 西班牙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 小组阶段最快被淘汰的卫美冠军 赛果分析 西班牙射中球门次数 比智利多出一倍16次 控球率占了63% 相反 智利堆的控球率只占了37% 下班牙射中 下班牙射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